莫莱奥协助家中有自闭症以及学习障碍儿童的家庭 在南加州有多位著名的乐团、歌手以及表演团体 在自闭症症候群以及学习障碍关怀协会的邀请之下 将会在4月9号举办第一届手牵手护新兴的活动 也希望能够达到传递专业知识以及正面思维的效果 在4月2号世界自闭症日当天 自闭症症候群及学习障碍关怀协会 在洛杉矶乔教中心举行记者会 介绍即将在4月9号举办的首牵手护新兴嘉年华活动 包括资深媒体人蒋天夺 南加州中国大专联合校友会会长石乃利 天使之家残障基金会会长朱世忠等人都到处支持 活动发起人金马影帝王冠雄表示 关怀协会成立的宗旨是倡导自闭症症候群犯者 有尊严的生存权利 并协助家长们正式及解决问题 4月9号的活动是一个开放性的 他不要收门票 这是有很多的协会来支援我们 像产障协会 他是我们协班单位 像天使之家 我们也很欢迎 也是我们协班单位 他们都会来做很多的表演 我们也舞蹈协会来表演 最主要就是大家是一个欢乐的场合 我们也要让这些孩子能够社会化 环保音乐家台湾女婿马修连恩 特别创作一首歌曲彩虹 希望借由音乐关怀自闭而 同时让社会大众更了解自闭症 目前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 财团法人自闭症基金会 以及财团法人肯纳自闭症基金会 都已经与关怀协会完成签约 彼此分享资讯及资源 而多年来 致力公益关怀的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 也决定将进行中的 日本著名音乐家90让 改编邓丽君歌曲大型发表会 部分收益捐给自闭症团体 台湾文练是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不到